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会觉得好像我们是不是有什么魔法 本来都很喜欢往外跑 怎么现在变成喜欢待在家里面 因为在设计的时候会把一些自然氛围的疗愈元素 融合在家里面 所以说你自然而然会喜欢亲近这个空间 因为企业家在职场上的高效率跟决断率是我们所敬佩的 我觉得其实我们要做一个让他们可以回到家身心灵放松的空间 其实我们秉持的设计可以疗愈人心 设计可以引领生活 设计可以创造价值 这是我们不断精进的一个因素 从业二十多年 融合多项国际大奖肯定 秉持以人为本 从新出发 明信觉醒 放法自然的庄园亭 正瑞文设计师 总是深入了解屋主生活兴趣 将独有疗愈概念 自人文与屋主故事交织 打造实发自然 平静舒心的品味住宅空间 面对长期生活在高压状态的企业家与仪式夫妻 较尽正瑞文中原群设计师 会如何运用独有疗愈折思 将是内七十三平的空间 打造出满归属感的私人度假疗愈宅呢 我们这次的屋主是一对企业家夫妻 他们平常非常忙碌 一半都在处于高压状态 因此我们希望透过疗愈元素的应用 塑造一个比较慢镜亚减散 一个比较轻松自在的一个居家环境 他们这边除了平常是 他们自己的住所以外 公空间领域也是他们一个 招待朋友休闲会馆 我们希望塑造一个山水相应 它本身已经有排景了 我们再塑造一个山的异象进来 所以说我们在客厅的天花板 我们就塑造一个山的形状 水的部分我们就把它运用在 餐厅的一个天花板做得比较柔和 然后用一个太极的一个概念异象 形成一个比较协调的一个空间 我们希望客户回到家的时候 眼睛所接触到所看到的 每一个角落都是艺术美景 一步换景的一个感觉 每个地方都是有艺术美感 我们很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所以在沙发的空间 我们就是用圆弧的造型 圆弧的一个包覆感会让我们有安全感 色调的搭配上我们用大地色系 搭配护水粒的单衣 植栽的造景 让我们在室内的空间里面 也可以生灵在大自然的感觉 希望在每个空间里面 可以达到阴阳调和 眼耳鼻舌生意平衡的概念 墙面的运用在食材的挑选 用比较冷色系 像泼墨山水一样的感觉 然后去呼应壁如比较温暖的感受 然后在家具的搭配上 我们有比较冷色调的灰色椅子 然后配上比较温暖的木头 让空间达到阴阳调和柔和感 高端客户其实他们平常在 高压生活之下 他回到家是希望卸下面具 好好的放松 尤其是沙发的深度 希望能够让他盘腿坐着半躺着 是真的可以达到放松的一个效果 空间的情境感受 会去影响到你的心情 心情又会去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 当你情绪好身体健康的时候 你的思虑才会清晰 你的整个财运才会来 中国人说慢镜牙减散 那其实你才能够定静安律的 经过这样的一个环境影响你的情绪 情绪影响你的健康 其实做设计要去了解到 什么叫做环境心理学 住在里面的人 他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一个心灵的抚慰 我们希望空间里面能够呈现 居住者的一个生活品味 一步一景 其实一个墙面 如果透过一些艺术作品 画作呈现它的艺术美感 其实可以柔化人心 增加它的一个生活的情趣跟品味 这边其实是夫妻两个人的一个 度假会所也是居所 那小孩子其实只是偶尔回来的时候 住一下 所以说我们还是把整个空间 以夫妻两个人的一个生活场域 为做主定掉 在这次的主卧里面 我们把更衣空间跟起居空间 结合在一起 突破传统 我们把电视墙坐在地面上 那希望它是像国外精品店一样 贵宾式的一个招待所 把起居空间跟睡眠区结合在一起 让它是像在国外度假 另外又有引井 把一些绿色植栽的一个井 移到房间里面来 像是巴黎岛 这种一个休闲度假的氛围 在室外可能我们的心情 都是急躁的高压的 那如何让他回到家 是比较沉稳的 比较休闲的 透过动线的安排 云术的运用 我们讲的形色直空 形状色彩 材质跟空间动线去铺陈 去影响他的心情 就是我们讲的疗愈心理学 主卧室其实它是一个男女主人共用的一个空间 我们可以透过开放式的空间 让男女主人其实他可以共享这个空间 也可以情感的交流 化妆台领域其实是女主人最在意的空间 镜面我们会用圆弧的 然后透过背头光的设计 让它有一个温暖的效果 侧边的收纳柜 可以让女主人收纳他的一个瓶瓶罐罐 我们透过铁件的设计 其实可以让他放丝巾 透过我们的一些巧思 让屋主感受到我们的用心 小孩把他的整个空间场域 因为床的台度降低 让他达到一个比较宽敞 那另外一个是因为他视野非常好 我们不希望有一个架高的一个床铺 去把他的视野做干扰 我们希望在房间里面 都有一个坐着 可以窝着的一个地方 找到他一个心灵抚慰的一个空间 在卧榻这边 他自己可以在那边看书 听音乐 品查 相对就是一个疗愈的一个环境 因为小孩房我们透过木皮 还有壁纸 还有整个天花板的圆弧的造型 其实让他变得褐趣 整体的感觉让他活泼 我们希望透过设计一定要先感动自己 才可以感动别人 我们要给屋主什么样的空间感受 跟一个心灵感受 这个是我们所重视的 我们觉得一个好的设计 不是你做了多少炫耀或是夸视的一个表现 其实是要你带给居住者多少的生活感受 那所以说我们在团队在做概念的时候 其实是以空间为说自然为主概念 希望能够疗愈人心创造幸福 这是我们的一个设计使命 想看更多庄园亭郑瑞文设计师的精彩设计 请上网搜寻设计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